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乎环境的因素 例如很冷的天气 空气之间有过敏源 突然之间很干燥 甚至乎可能房间有塵 地毯 動物的毛毛 毛公仔的毛毛 都有很多原因 而去诱因这个濕疹 同时濕疹也很难断尾 因为它是一些很慢性 而会不断翻发的东西 所以我小时候 我弟弟也是受到濕疹的影响 我看到很惨 就是 拗 你一拗 因为它很痕 然後皮肤就会痠 有时候拗得很会流血 或者拗完之后 有一层薄薄的皮肤出来 接着又再拗 很惨 所以 今天我们很荣幸 请到Venas 上来做我们的嘉宾 分享一下 她的身份 大家好 不如简单介绍一下Venas 其实Venas 可不可以说是我们 即我们是同一个高校系统 但又不是同一间高校 我们只不过是 高校的时候 有一堂 叫做班 就是校园班 我们就有 共同校园班的时候 就会看到 我那时候不知道她是香港人 是很多年之后 大家出来工作 有些香港群組 就相遇 我就说 原来你是香港人 搞笑 因为那时候是没有聊天 因为我们玩不同的乐器 我记得Venas是玩滑鼠的 是啊 我吹牆底 所以我就会在前面 接着Elly 就会在比较后面 在后面 就是自己玩 你好 你好 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你们是同班 但是那时候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学校 所以我也不知道 可不可以说是高校同学 应该都可以 因为是同一个高校系统 是班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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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as很好 她当我说 其实我留意了你很久 你的Instagram很久 我每一天 她每一天很好 很神心 就会记录自己 每一天 如何去 调节自己的生活 或者做多些运动 那我就说 喂 其实我留意了你很久 因为我又看到你的Hashtag 是写着如何和濕疹共存 那我就留意到 原来她有濕疹的困扰 那我们就在想 喂 我们有什么题目可以说 因为我们看到那些网民 就是那些网友 就说 喂 你们什么时候再聘用嘉宾上来 那我就说 喂 其实濕疹也是一个 就是很严重的皮肤病 那其实Venas就说 她从小到大都有濕疹的 小时候就是很严重的那些 那之后她就说 移民了美国之后 可能空气比香港好 所以就好一点点 但是在大学毕业之后 开始出来工作 可能开始大压力了 那濕疹又回来了 那 过去十年就一直有打针啊 吃药啊 控制这个皮肤病 直到 是不是今年的冬季 就是开始 是 又不知道为什么大爆发 那之后呢 你就放弃了 就是看西医 改替中医 还有就好像我这么说 我留意到你呢 是开始 就是自我调理你的生活习惯 和饮食 那 究竟这个濕疹 有什么想见的问题 很开心 多谢Elly 和Samantha 请我上来做嘉宾 因为 濕疹真的 人人都 会留意到 很多人都会有 但是没有很了解 是什么情况 那 很多谢你们有个平台 然后有个机会 让我上来和大家 快乐 开心分享 也是 亦都是给大家认识多些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情况 不是 因为其实我 由小到大身边 都很多朋友 是有 这个濕疹的情况 那 其实你自己的 你濕疹 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 因为我有见过 我弟弟就不停拗 然后又拗 然后又拗 男孩子又拗 他自己又 没什么理想 而且他真的很痕 但是我又见过一些朋友 我手里很幸 他只是濕疹在手手腳 但是我真的有同学 可能是濕疹到 由头到脚 就是头到脚 脖子 全部都有 很严重 那怎么办 晚上你又痕 那怎么办 其实呢 晚上 就 到某一个时间 会特别痕一点 因为 我想说 大概两三点的时候 会 特别痕到是想 起床去拗 有时 这么划算 是 是两三点这些时间 很有趣的 那你一拗 你还要拗到 他是有个 很变态的 是有些 有血水 有血水 血水出来 才会觉得 突然都不痕了 那样 所以那些人会 很想去拗 但是 事后的事 是小朋友 很难控制到 是 你要有那个感觉 是 突然见血了 不痕了 那样才会不拗 是很惨的 那 所以呢 大人就会好一点 就会尽量控制到 那我最严重的情况就是 今晚 我以前濕疹 是手手腳腳 就是 总而言之 有衣服可以遮住的范围 有 但是其实 会 心理上会舒服一点 因为你起码遮住 你不会被人转到 嗯 有人见到的时候 就会觉得 嗯 那我 收起了它 就会好一点 但是 深默的情况就是 我连面也有 那我从小到大 没试过面 出 濕疹的 嗯 嚴重程度 还要是 好像火烧 那样 是 红了 是 番茄红的情况 不断脱皮 好像发烧 那样 因为它很痠 很肿 我是试过敷冰 嗯 敷在臉上 所以是很痠的 嗯 嗯 那种情况是 它不断脱皮 是 是 它想身体去更新皮肤 但是 你又未知到本 你未找到根源 它就不断脱皮 又会好似好一点 但是 它的情况会不断重复 嗯 那段情况是最难受的 哇 很痛苦啊 真的很痛苦 是 你是女生 大家都想 大家都贪美 你不想别人知道 就像你之前说 你有些三三复复 可以遮住 但是 你生到上面的时候 你根本就遮不到 而且 你面部也会痠的嘛 所以你又会走去拗 那我就想问 那其实会不会 就是 你提过 两三点的时候 可能特别是最痕 那你会不会说 有些什么月份 或者日子 可能 天气转变的时候 就会比较容易出湿 会有些情况 就是譬如转季 转季 它的温度和湿度 它会有比较大的反复 那 所以有些 有湿疹的朋友 就会 比较适应的皮肤 所以 可以特别干的日子 或者是有时特别濕 特别濕 也不行 因为你一濕 你又会觉得 啊 空气那里好像很濕 然后皮肤会痒痒 也会有发生的 或者是有些日子 你 个人比较脅 会 比较大压力 情绪波动得比较大的时候 也会有 濕疹的皮肤是属于很敏感 就是极度敏感的肌肤 那平时可以怎样护理呢 就是 我平时就分析 中性、油性、干性 那些 但是你其实濕疹很多时候 可能医生 就会开 那些膏 就是给你塗 会止痕的 没那么痕的 或者可能帮到 脱皮 没那么严重 或者怎么样 但是其实当你 应用了它 这一款的时候 会不会跟其他 就说普罗大众的护理肚的肌肌裡的肌肌 会有冲突呢 通常我的做法就是要补水 然后补水完 是要锁水 总之 A better 任何医生的 Perscribe I 藥膏也好 honour 乖免也好 总之有 我會在最後才使用 然後我會特別 比較薄的一層塗上去 最初的做法 那其實醫生使用的膏上去 是有幫助 但是它的幫助是很短暫的 也不是長久是一個好的做法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精緻的弱性是會把皮膚變得更薄 你的皮膚變薄了不是一件好事 也會比較難照顧 我就是想問 你剛剛提到你有塗膏上去的那些 你會不會說 因為其實那些是令你舒緩過癢養 會 你會不會是很依賴他們呢? 因為有些人是用膏上去的 我自己就會控制 我會盡量做了補水鎖水的狀態 皮膚會比較濕潤一點的時候 塗一層很薄的 因為我還沒很認識這件事的時候 比較初期 就是剛剛大爆發 不久出來工作的時候 會是醫生叫我要塗膏 當然要塗膏 譬如他早午晚寫著那些份量 時間我會跟得很足 但是慢慢我就自己學習去控制 自己做到用比較自然的產品 可以做到保濕的鎖水的動作 令到皮膚會濕潤一點 會有光澤一點 會好一點的情況 才會再用膏上去 感覺上會好一點 嗯 真的 不過你講開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他就沒辦法 他每一次轉季 就會脫皮 然後很癢 由焦到晚 可能要不停灌心 因為脫得很嚴重 整個身體是皮 可能自己長大了 就覺得尷尬 或者怎樣 到近這兩年 他就把心一環 停了所有的雷鼓信 因為他之前要查得很重要 他剛好有COVID 就可以藏在自己的家 他就決心停用雷鼓信 停用了 好像一個多兩個月 然後皮膚就爆出來 整個人都是紅色 又會火燒 不斷爆 但他又會出血水 很辛苦 但是他就死癮死癮死癮 那他就這樣的狀態 癢到不癢 然後皮膚爛殺的情況 好像都兩三個月左右 然後就很幸運 皮膚自己的免疫系統 更新了 即他真的在家裡閉關 少了很多在外面的空氣感染 他就說是很難捱的 因為你每天起床 看到自己睡醒 整張床又是皮膚 那些皮膚 動兩下 地上有一堆皮膚 很噁心 照鏡就看到自己是 很慘 脫掉皮膚 很痛 但是他真的很堅持 很堅持 最後他又很幸運 真是所謂換膚 是 是 但是那個 雖然說很極度 但是 真的很辛苦 自己就覺得 你的朋友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覺得 要很大的勇氣和堅持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也都 他 很驚訝 因為我自己也通過 以及通過 其實 他的脫皮狀況 又要控制自己 不要用脫掉的產品 是要有一個過程 是 有一個清潔 他自己的肌膚 沒有了 不依靠這件事 他自己的肌肉 去做 去更新他的皮膚 會出一些好一點的皮膚 真的 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自己打完整個心理情形 出來的時候 我們覺得 很勇敢 這件事 有很大的勇氣 不過 他 他這個極限的療程 令到他現在 康復 或者怎樣 但其實 我沒有聽過他說 他去試過中藥 就是中醫條理那些 人家都經常說 中醫就是紙巾的 西醫就是指標不指本 這樣的狀態 你自己有沒有試過 試過吃中藥 又試過西醫 你覺得其實有沒有很大的分別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由我畢業出來做事之後 我一直提示 我每個月要打兩支的癌症 然後打了很多年 是無法癌症 那他打癌症是什麼呢 他是打菌進你的身體 讓你重新 就會沒那麼容易對某些東西過敏 但是 那個情況是很繁複的 是好是不好 到你不好的時候 西醫會怎樣呢 吃藥 要不就塗忌廉 再不好 加重些藥 加重些份量 我去到深馬這個位 就是我的樽頸位 對著西醫 他要叫我打一支 在醫學上比較新的藥 叫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不過可以 事後分享給你 嗯 反正要打一支新藥 而且是很貴的 那些什麼標靶藥 是的 我連這些都試了 那打完之後 沒有好到不止 我的症狀更加嚴重了 變了我去到那個樽頸位 我就是覺得西醫真的幫不了我 我不是不肯去花時間 那個標本藥我都打了差不多兩三個月 但是那段時間是沒有好過 我是不敢出街 嗯 哪裡都不敢去 那麼 去到這個時候 我覺得 都試過了 西醫打針吃藥什麼都試過 那麼 沒辦法了 那就用中醫 為什麼呢 在香港我小時候都有濕疹 那麼爸爸媽媽都很好 帶我走遍 講究新界去找 幫到我的中醫 嗯 那麼那時候小時候是 控制到病情之餘 移民了去美國之後 其實是好了 我是沒有吃過藥的 嗯 那變了我覺得 要在波士頓找回中醫去幫我 嗯 那找也是一個很漫長的路 因為要回答中醫 對 那找到之後呢 中醫它最主要就是要排毒 要調理身體 那麼中藥我有吃 拔罐我有拔罐 拔罐之後還要放血 嗯 因為放血就會排走那些乳血 身體裡面的乳血 嗯 即是不是針清那些 是針灑的血 不是針清 是針灑的血 然後它吸了你的皮膚出來 是 會乳紅了 一個圈 然後它拔罐 然後它在皮膚裡打孔 是 打孔之後就是用來放血的 那你打完皮膚上面的孔之後 再用一個吸盒 吸回去同一個位置 就吸一些乳血出來 嗯 嗯 其實你這樣說 波士等的中醫 但應該不是太多中醫 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 不是 豁護有牌的中醫 是嗎 是 有很多是 因為 我不知道你的中醫在哪 我很久沒有去唐人街 就算去唐人街 它也不是太多中醫 有很多都是西醫 會不會是很難找呢 是啊 都是很多朋友知道 有很多的情況 也有介紹 是啊 那我自己也試過很多 你也說了 唐人街也有 或者是 奧斯坦那些也有 對,奧斯坦那些也有 我也試過 但是 真的要配合你自己本身 是否配合 嗯 很多真的配合不到 也都試了很久 因為你知道中醫也是需要給時間下去 是 那 真的配合不到 有些人配合人 很慘 找到很久很感恩 現在真的找到了 非常好 所以 吸病 放血其實也很痛的 針灸也很痛的 是 體學也很痛 但是 相比起 但是它有效 是 你做完一件事 你最怕是什麼 不只是淺不淺的問題 已經 是否有效的問題 嗯 你試過 打針 吃藥都不效果的時候 你是 很想放棄 但是你又知道 不可以放棄 難得找到 有一件事幫到你 而是效果的時候 就 自己要更加 加油 痛 都要捱住 是 聽到你說這麼多 怎麼說呢 峰迴路轉 心路歷程 因為其實我 小妹也有濕疹的 但是它就不像 你們的故事是這麼嚴重 就是它只是 手肘那些位置 那它小時候都會拗 那它 如果人家有蚊欄 就用指甲戒那十字 哦 它用指甲這樣刺下去 因為我 每一次我媽媽一看到 就叫人不要拗 但是它很癢 小朋友 用指甲這樣刺下去 那 我又想 問一下 你有沒有一些 就是 就是 你之前沒有找到 你這個有效的中醫 那你有沒有一些 濕疹的舒緩的 tips 因為我見到我小妹 小時候 其實它是塗花露水 就是我剛剛才記得 它是塗花露水 可能因為它沒有你們這麼嚴重 所以它舒緩的 就可以塗花露水 那就不會那麼癢 就是你有沒有一些 濕疹舒緩的 tips 可以分享給我們的聽眾 有啊 對於我自己很癢的就是怎樣呢 塗一些薄荷的東西 就是薄荷膏 就是你有那種涼濕的感覺 就會大於你很癢的那種感覺 嗯 或者是 就算你沒有薄荷膏 你馬上塗抹露水 就是你身體抹露水 保濕那些 滋潤它 或者是 做其他事情去濕疹了 有癢的感覺 所以為什麼我做運動呢 做運動會比較 分散到你的注意力 你不會只想著 噢 我很癢 我很想去拗 這樣 嗯 所以這些是 我自己來說 比較有效的 也都覺得在運動的時間 感覺有少少 忙我 就是不會記得 噢 自己原來是有濕疹 皮膚很癢的 你會很專注去做一件事 但是你出汗的時候 就是出汗之後 不會更加多濕疹 就是不會更加癢 因為我見到它是癢的 有試過 有試過 出汗 其實汗是因為醃住你的皮膚不舒服 而構成那個癢養 所以你選擇做什麼運動是很重要的 還有你的時間 譬如夏天的時候 我會選擇日落一點的時間 就不會選擇中午午午飯時間去做運動 嗯 因為 為什麼我這麼說 你的身體溫度 你的體溫一升的時候 會真的對濕疹有影響 變成你做運動 你不可以選擇太過激烈 以前我很喜歡做高溫瑜伽 但是要放棄 就要做普通瑜伽 起碼是做瑜伽 但只不過 室溫是不會太極限 你就不會皮膚這麼大負擔 嗯 那你飲食方面呢 你飲食 有沒有說 就是要有些某一種東西不能吃 或者某一種東西你要特別多些吃 這樣就可以 令到 可能 自我調節 身體好一點的時候 就少一些濕疹會起出來 有沒有 有啊 戒口戒口戒口 真的很重要 是 我大爆發的時候 基本上 牛一定不能吃 海鮮一定不能吃 背殼類 會發的東西 我去到一個點是 連雞蛋都戒 就是蛋壞 就是蛋壞 你戒得很清 你 因為我不做這個戒口的動作 我分析不了究竟是 就是你也知道 是會很想知道 What causes 是不是 有什麼原因呢 我不去戒了很多東西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麼 就是身體上是有什麼接受不了 或者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那戒口 也是給自己一個時間的 譬如我的名單上面的東西 我戒了一段時間 一個月也好 兩個月也好 然後我逐樣逐樣地加回 但是中醫角度來說 就算我吃中藥喝苦茶 他們都是說 牛一定不能吃 蝦、蟹、龍蝦、海鮮類 很多都不能吃 那也很痛苦的是 我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甜的東西都不能吃 譬如你煮菜 我幫你加一點點 沒辦法 但是你譬如說 糖 蛋糕 雪條 泡沫茶 蝦、蝦,蝦、蝦 蝦,你吃不吃大大 我沒有吃 你知不知道半年我吃過 蝦,蝦,蝦 蝦,蝦 這些是加工的 對,加工吃了,不是天然的食材 辣,酸,酸 基本上要清 對,我有時都笑自己好像做齋菇 不是,但我想說 你是清的 之前有一個月我吃齋 你吃齋,你可以用黑胡椒去煮菜 只要不是辣椒 你比我還要清 基本上要清蒸,灑,灑,灑 很香 灑,灑,鹿 炒也要少油 炸也要切齋 只想都沒想 跟自己的精神一點 跟自己說 當作減肥 但其實我原意不是減肥 我是想身體健康 但你戒了之後,有沒有真的好了? 有 身體上,因為你沒有 放那麼多糖 你沒有吃那麼多糖 或者是那麼多煎炸的東西 皮膚上面 以前有那些 譬如 某些時候你會生暗瘡 或者是 沒有那麼暗 皮膚其實你也看到 你戒得那麼清 也都是 不吃加工的東西 是吃新鮮煮的東西 嗯 然後你 做食物的方法 也都是 蒸 炒也少 炸也不吃 你會看到身體是有不同的 也都覺得 自己 精神了 因為你休息時間又多了 我也是要說 早睡 不要捱東西 早起 做運動 真是很大 很大的幫助 有時候覺得好像有點練先的感覺 哈哈哈 修行 就是 是一個堅持 但是沒有了這些堅持 你沒有好的身體 你不健康 你很多事情做不到 嗯 因為 我很喜歡外地活動 但是你的身體不容許的時候 你會晒晒都會出汗 然後皮膚不舒服 你就會變成困住在家裡 你又不敢出去見人 嗯 那要有取捨 是不是 那我就不斷跟自己說 你不調理你的身體 你沒有一個好的身體 你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剛剛我們問了這麼多問題 就是 你有什麼想跟聽眾說呢 就是無論有沒有濕疹煩惱的聽眾 就是你有沒有一些 可能 剛剛我很想說 但是我又忘記說 你有沒有一些補充 有幾樣的 希望有濕疹的朋友 不要放棄 還有你找到一個 你覺得是值得堅持的方法 就真的堅持去做 覺得你是覺得對的事情 如果一件事不合適 不要怕去試新的事情 嗯 也都想希望濕疹身邊的朋友 或者家人多些體諒 因為身心都很累的 有濕疹的朋友 對 很需要支持 很需要大家一起去 去面對 因為一個人的路 是很艱辛的 去面對濕疹 因為濕疹 不斷會回來 你免疫力低 身體不好的時候 他又會回來 變成了 有身邊的朋友 支持是差很遠 也都想 借這個機會多謝我家人 多謝我老公 如果不是有他們 一直在旁邊撐住我 嗯 這個心馬的大爆發 全部在臉上 你知道吧 女孩子想漂亮 看到臉這樣 都崩潰 嗯 在那裡哭 不知道怎樣去處理的時候 都是他們撐住我 所以希望 有濕疹的朋友 不要放棄 也都 身邊的人多多支持他們 嗯 嗯 嗯 其實你說 身邊的人要體諒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幫不到你的時候 唯有可能 所謂很細密的支持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差很遠的了 已經 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 不妨在我們小女非都說 Facebook page Instagram YouTube channel 留言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自家製作的訂閱 讚好和分享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上架的集數了 拜拜 拜拜